演出的鋪排 整個演出的鋪排 強調了一件事 沒有人上 沒有我上 沒有眾生上 其實大家各自之間好像沒有什麼關聯 但其實互相是有關的 一群女孩子在前面靜靜地站著 然後Alan圍繞著她們 一直在彈吉他 然後不斷的這個聲音 越來越想越來越想 就這一段是印象很深的 如果沒有了一種 我們說比視錯人士可以選擇的口述影像 我想沒有那麼大感受 或者了解到整個表演 可以讓自己有什麼感受到 或者感動到的東西 音樂上的鋪排 其實都是很幫助到我怎麼去思索 或者感應當時武者想表達的東西 還有一位光頭先生 還有頭髮先生 兩個人與人一面鏡 即是他們說人與人一面鏡 有時我插口你 有時我和你打架 有時我和你鬼色那麼老友 很震撼 我覺得拍攝這個舞台劇 應該對火星很有了解 空間是一個字 我覺得其實都很有趣 就是因為他們不同的動作 去填滿這個空間 或者令到這個空間賦予它意義 我覺得其實都是很有趣 有一部分就是中間 我忘記了第三部分 就是台上會有些穿著白色衣服的舞者 還有鏡頭不斷跳0101 其實音樂區由頭到尾 都只不過是可能有三個 或者最終四個舞者在台上 做一樣的舞蹈 但是因為你的背景 和音樂和氣氛 你會感覺到是有建立的 還有最後我覺得很聽 將《大願人長久》的異景 配合這個《魚夢幻炮影》 這些東西好像是不會永恆存在的 但是我希望都是人長久的 最後我覺得 我沒想到有首這樣的歌 來配合主題 所以我特意買一本長刊回去 研究一下